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咖啡文化走在我们的前端 日本人很早就有喝咖啡 但是在日本他们的约度太高 他们太高 所以说没办法喝咖啡 因为他们占据台湾的时候 台湾是在咖啡种植袋 全球的咖啡种植袋的范围以内 所以他们很欢迎 他们就对外国喝咖啡来台湾 所以说日本是台湾就喝咖啡 哦 那毕业是怎么没去呢 日本毕业全牌都回到日本 都回到日本了 其实他们做的咖啡也不太久 所以说青山也不太多咖啡也不太大 他们全牌回到那个时候 在高坑的荷宝山 荷宝山那里他们做很多咖啡 所以说那个年代在我们这 粉临国庚这些都把荷宝山叫做咖啡山 哦 对了 所以有这种历史的原因 他们正在他们前排回去之后 由粉临管政府一个单位叫做经济隆堂 接受那些咖啡园 继续管理 所以咖啡山 日本人时代就有一个历史在那里 对对 那你开始说做咖啡园 你开始那张园园回到来 就是去我刚才说的荷宝山就是古早的咖啡山那里去找的 哦 那其实去找 因为当时我四十年前 这方面的知识应该没有多 你怎么着手 其实我去找的那也是 因为我也不够搁他做什么 因为我是纯粹对这种职务的好奇 我是小时候是听到 他就在说 以前因为我们在组园的山顶 他们要楼山 买雇念馆政府 买国庭公司 他们就用走的走楼山 经过咖啡山那里 他们就看说 那人整山都在装高骨拉 高骨拉是什么 高骨拉很多人都不知道 高骨拉是我们山顶的冠山是一种很珍奇的树种 它是这种台湾原生的植物 它是可以做雕刻的上海的上好的材料 它的样子 它的形成造到咖啡山洋 它就是咖啡同科的植物 咖啡山洋也真正 对他真正 我本来用嫁接咖啡 嫁接成功 可见就是非常的亲和 就是两种素很亲和 所以你找到咖啡的真的去嫁接就对了 刚开始我不知道咖啡生是什么形 只是听我伯爷说 他们真正经过荷包山 咖啡山那里整山都在装高骨拉 因为我们山顶的人不咖啡 因为他们双咖啡也不咖啡 叫做高骨拉 我们在做的是咖啡什么是高骨拉 我老伯爷说 第一次对咖啡的印象就是它长得很像高骨拉 一种酒 你为什么要拿回那间 买了我就去 因为日本正常回忆 乎政府买了 因为咖啡那年代 大家国三当都买富了 所以说哪有可能喝咖啡 所以管政府因为咖啡派买 买了他也放棄了嘛 放棄后 荷包山在地的人都把咖啡搓掉 因为咖啡不能买钱 他们把咖啡搓掉去做麻竹顺 麻竹顺的都没钱了 咖啡在他们云附近的路边看到的都没有了 那时候我要十八回年我还没做兵 我想说 因为如果荷包山的山顺 如果咖啡很疼 可能要过咖啡流来没咖啡搓掉 我就把咖啡搓那里找 咖啡生死我都不知道 我就找到很高级的那种荷包 然后靠回来做 哦 你也很厉害哦 这是对植物对荷包有趣 是 所以你种出来的那样 那真的可以做咖啡吗 我也不知道 我就想说咖啡很红红的 很漂亮 我想咖啡 我们有一个概念 咖啡是咖啡果实里面的种子 我就想因为我们农家子弟啊 就处理草剂跟白痕 草剂同样把皮去除 果实的皮去除 果肉去除之后 里面的草剥搓掉 对 搓掉它又一张咖啡 一张咖啡我就用 用草剩 像人家在草土豆腐这样 这样啊 然后蒸蒸的搓掉 那里面图片我们看到的 芝麻糕真的有形 但是颜色不一样 嗯嗯嗯 我们看到的图片通常都是差好的 哦哦 对 但是那是青 嗯 但是形態都同样 哇你真的是土法练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那时候我才看到 这应该这就是芝麻糨不对了 那有問題 你有把他把它沖下去 我自己看看 這樣有咖啡味嗎 沒有味道 還要烘焙 沒有分辨 稍微有甜甜的香氣 我知道咖啡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說烘焙的概念 咖啡應該是炒過 像我們炒土豆這樣 我就用炒菜鍋就炒 像炒土豆我們炒 炒炒的 它的色本來青 變白 變黃 褐色 後來變黑 它隨著顏色的變化 味道一直走出來 真的就噴到咖啡味 這真的是咖啡 這真的是咖啡嗎 真的咖啡 咖啡炒好了 我們就用來喝 也不知道咖啡要什麼 咖啡要怎麼煮 那種萃取的過程 我們都沒有概念 那時候也不去咖啡店 喝咖啡 我們想說 要不就泡茶了 因為幾個島 像蒸土豆 我們想說 也要煮 也沒有磨豆子 就把咖啡 用咖啡就對了 咖啡 湯就咬下去了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 喝咖啡 那時候喝咖啡就要加糖 那糖就直接把它吹下去 沸沸沸沸沸 這樣就開始喝咖啡 用瓦啦 用瓦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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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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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起來怎麼樣 喔 喝起來 今天很好的 馬賽也要練出來 因為這是對情 變成一瓦 一瓦的咖啡 全程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咖啡出來 來來來 很好的問題是 用瓦在喝自己煮的咖啡 對啊 又是用瓦講 瓦講是 郭湯聖 對啊 水和沖裡 它是整個都全泡 很多泡泡 浮在上面 下面也全都是咖啡渣 不然再喝喝 我們知道 那不是不好的東西 那是咖啡泡嘛 那是我們自己煮的 那是沸掉而已 所以你沾濾網都沒有濾啦 沒有 你把他當作集中咖啡把它沖 我如果不知道咖啡是沒辦法泡 那就是用水的 水就沖成泡泡 其實現在郭章聖 他已經拿到 這個在今年 他也拿到十大神農獎 而且他也是出國比賽 他拿到國際咖啡品質協會的一個保證 89.25分 他是全世界最關的分數 這個CQI CQI 所以他一直拿到精品咖啡獎 可是我們現在在說的是 他差不多40年前 開始蒸的時候 跟沖出來 為自己沖的咖啡 那你是怎麼可以一直持續進階 其實40年前 咖啡的市場幾乎是高端到量很小 那你怎麼開拓自己的市場 那年代 其實剛才有說的是 純粹是對這個職務的好奇而已 那時候也沒想到要把它當作一種產業 對 跟尾巴 因為那不能賣錢 尾巴就是跟荷包酸、雜金一樣 因為那不能賣錢 他就把外賣 外賣可以賣錢 我們山頂因為高山茶 那時候很好賣 對 就把外賣外賣 齁 所以你第一回合 賣咖啡沒有成功 對 政府有成功 但是沒有造成經濟栽培 是啊 有成功 你也有自己喝下去 沒有修正 對 改正地改正多久才回來用咖啡 我們民國七十幾年開始正地 最後就是一直正地到九二一地震 就是我們高興公司在撒 那一年九二一之後 然後全台灣就好像就很低迷 大家看不到希望 那時候人的政府就撒一箱一特產 一箱一特產 台灣有三百幾個鄉鎮 其實也沒有那麼容易 你要找一個人比較不一樣 不太簡單 不過我們高興因為有那種 日本時代跟經濟農場 那個時代 政咖啡的歷史淵源 所以說那時候 高興咖啡 因為高興可以喝到台灣咖啡 我就傻傻了 因為我有六十九年 蒸咖啡成功的經驗 又喝下去了 對啊 我很敢 我很敢 還有喝下去 白天蒸咖啡 我很敢傻傻了 又對公司的政策 國建公司的政策 開始又蒸咖啡 嗯嗯嗯 所以是到1999年 那是九二以後 九二以後 九二以後 那像說 白天的婚禮 高興 蒸咖啡是很多 事實上還有很多地方也正 對 那你這個咖啡豆 昨天你是有為國外飲酒嗎 對 我因為 剛才拜 國營 因為九月之後 國營咖啡也沒有 沒有種源 也是從古坑的荷包山 在山上就是咖啡的原始林 那時候 差不多 那時候台灣的咖啡都從古坑的荷包山 我也一樣 蒸完之後 你現在有機會去好好了解咖啡 開始用心去研究咖啡 研究整個國際上咖啡的市場 咖啡的品種 對 現在了解說 原來國外有這麼認識 不一樣的咖啡的品種 你這次有比較客觀 不是自己問是頭重 你去研究國外的市場 對 如果這樣 你本來有自己怎麼定位 我看你本來是怕比較精品咖啡 對 你是怎麼自己走出自己的路 因為這條 因為我們比較沒有咖啡文化 像國外這樣 你現在跟全世界比 還能夠拿到第一名 你是怎麼調整 因為咖啡是最國際化的飲品 每年的產量下食人 它是國際貿易大宗貨物 裡面僅次於石油的第二大的大宗貨物 可能外國全世界有很多咖啡 我們在台灣種咖啡一定要了解 整個全球的市場狀況 我就研究各種外國的咖啡 外國的品種 外國的不同的新開發的一些不同的製程 因為以前台灣種的只有一種 就是日本人印尖流下來的那種 那叫鐵皮卡 那種品種 因為它的產量也無關 還有在風味上 國外一直有更突出的品種出現 我也想說 我們建議的政家比 就要跟世界接軌 就開始 頭過的關係 從國外一直引進品種 因為那一漫堂的道路 一種品種刺下去 要四、五年才知道結果 當然我們一年跟它七十種 我二十年來 我試過二、三十種的品種 這裡來去選拔最好的 最好的台灣的 我出來再改良 這樣齁 現在的方問是這個 松岳咖啡創辦人 為四十年前自己去 煎咖啡的情節 他在煎咖啡還用我講 我把他泡出來喝了 後來又修正了 現在可以當世界變台灣直廣 像你現在 這個豆子 因為現在 很多豆子也有被推廣 像說義劑咖啡 冠上這個名字 那像就比較貴 你給我們說明好嗎 這是怎麼產生這個過程 它不是冠上這個名字 就會比較貴 它是真的品質有到那種水準 這樣齁 全世界大小的比賽 國際的比賽 各地區產區的比賽 幾乎最好的分數最高的 都是這支咖啡 說到義劑 這支豆子跟日本有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聽到義劑都會想到日本 是喔 剛才好他的英文跟日本的義劑的英文 很接近 所以說日本人叫義劑 我們台灣也對他們叫義劑 你如果像東南 在亞洲其他國家 或是中國大陸 他們都叫龜夏 玫瑰的龜夏天的夏 那大概也是義劑的 所以我們這個豆子 你覺得它得分都會很高 你怎麼定義一個很好的咖啡豆 好的咖啡豆 其實好的質素 都會做比較原味的呈現 比較低度的料理 咖啡豆也一樣 咖啡的咖啡 比較好的咖啡攤 都會做比較中淺的烘焙 它要表現它原本的特色的 獨特的味道 像義劑攤就有很明顯的 水果香跟花香 會顛覆你對咖啡風味的想像 咖啡香 裡面有水果香跟花香 你如果喝到義劑 到過期你印象中的咖啡 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 顛覆你對咖啡風味的想像 我這樣是不是在做 喝咖啡煎咖啡 這個張先生 你是不是那個 你喝那個口感 你的舌頭還要很靈敏 欸 對啦 其實這個不一定要這樣 每一個人在先天 這個就感官 跟每個人的感官的敏銳度不一樣 這樣齁 所以說 我們以消費者來說 那就沒辦法 隨著自己的 的品質 去感覺嘛 這樣齁 但是評審 他們就要很嚴格的感官訓練 像說你這樣齁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煎咖啡越來越多 很多 很多 很多很多 那 這樣是一個 因為 要生存嘛 那不要貴的 當然有瓶頸 現在有些 說我們台灣的 會滷咖啡路要怎麼做比較好 因為 台灣的咖啡 我們就是 我們的生產的成本 比國外貴幾十倍喔 幾十倍對不對 不是幾倍而已 因為咖啡主要的成本是人力成本 主要的生產國 非洲 他們一天才一兩塊美金 中南美洲大概是兩三塊美金 中南亞大概三四塊美金 我們是四五十塊美金一天 所以我們的成本是他們幾十倍 對 所以說我們 既然成本這兩塊美金 我們要有辦法做出比國外貴更好的水準的咖啡 如果 不能做出這種 等級的咖啡的人 最後是不能對別人 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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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人工條件各方面是多很高 是 所以一定會歡迎在咖啡台灣的介紹營店 對 當然 所以說台灣咖啡 跟外國咖啡比起來 有一個很出錢的印象就是台灣咖啡貴 但是一般它跟國外的商業都比真的是貴 但是外國的咖啡一定很燙 對 外國更好的咖啡 像 也有一瓶幾萬塊 像今年的咖啡棧 在台北國際咖啡棧 有人20克 賣5千塊 國外來的咖啡 20克的咖啡都賣5千塊台幣 像那種介紹人家有辦法接受 所以說我們台灣咖啡相對比起來 品質夠好的這樣也不算貴 好所以說 張聖你給他一些送月咖啡 也是往頂級去走 還是要往金字塔上面走 那像像這種狀況 因為當然我們說我們的各方面比較貴 那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要比較集中有什麼比較特殊的技術 讓我們往上面走嗎 就是咖啡有幾種的瓶頸 我們以前都聽過說阿拉比卡 其實阿拉比卡是一個很大的系統 這個品質下面有幾千個品種 這些瓶頸每一項的風味都不一樣 所以說 你這個農作部就是要選到比別人更好的瓶頸 還有適合你這個所在環境條件 第一個就是要適當的選種 選種 選種 選種了 選到好種 選到好種 你要研究說要怎樣 它的製程 因為咖啡和地 比較類似 我們台灣人比較了解地 大家都知道 一樣的地 地青 茶青 地青就是地的原料 一樣的原料不一樣 可以做出來的地味 是不一樣的 哇 咖啡也一樣 咖啡的原料是果實 我們採起來的果實 要怎樣做到最好喝的咖啡 這個產品 那個中間的製程也非常的重要 好 因為非常的重要 製程包括還有烘豆嗎 烘豆已經比較多了 就是我們買起來 要變成咖啡 酸豆還沒烘 還沒有烘焙之前 這段已經割定它的風味了 烘豆只是要把它 你做好的咖啡的風味 把它做最好的呈現 對 你看 這樣這個滑滑的過程 還要得到世界冠軍 哈哈哈哈 好 來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買到你的咖啡 我們有自己的咖啡 我的官網 哦 甚至說你如果知道我的名字 在網路上搜尋我的名字 都很容易找到 郭章勝 哈哈 文章的章 對啊 是風月咖啡 就很容易找到我 好 這很幸運 我們台灣很多的經驗 那是沒有到有 有了還要贏別人 還有工資產都多了很貴 其實我們開始 我們的初衆 不是不會去拿這個獎 我們是要做這個比賽來考核 我自己的咖啡豆 因為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生的東西都覺得 更可愛更聰明 真是事實上未必 你那我講你就知道自己賣 對啊對啊 所以說那不一定 所以我們就會 因為有全國的比賽 我們就送去考驗這個品種 或我的製程對不對 有全球賽 當然我們要跟全球的精品咖啡 同台 同台 都比較 人家知道台灣咖啡 在國際上它處於什麼樣的水準啊 對 其實用比賽來自我檢驗 用競爭 對啊 幫你加油 謝謝 然後他說 去歐洲日本 其實很多的有名咖啡館裡面 還是吃的到 沒有很多 但是可以有機會喝到 也有一些保留在台灣買 當然啊 我做自己的品牌 一定要自己要足夠安全的存量 好 那我們今天很謝謝郭章勝 中越咖啡也創辦人 為四十萬年前 用咖啡 用咖啡用碗公喝 到現在世界冠軍 謝謝你接受訪問 好 謝謝金錢 謝謝大家